如果 如果你跟我一樣 常常覺得自己很渺小 然後覺得自己的力量很微弱 然後覺得這個世界非常的龐雜巨大 然後你很多時候是很害怕 很擔心 很恐懼 甚至我覺得比害怕 擔心 恐懼更可怕的是無力的話 那我鼓勵你 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一樣試著相信 在我們裡面的是有機會比這個世界更大的 感謝主 這個場子很棒 會有回應 我在很多 因為我是個簡單的人 我只講我相信的東西 所以我今天跟你們分享的 跟我前幾天在宏基分享的 跟我在高雄另外一個企業分享的 跟我在世心 在民傳任何企業或學校分享的 都是一樣的東西 但是我必須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神教我們要誠實 我不想要因為我們的對象的不同 而改變我說話的內容 所以你待會可以看到 也許我會提到聖經 也許我會提到真理 那就是我在其他場子裡面談的事情 那就是我 那就是我的信心 那我不曉得我這樣做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這樣做讓我感到自在 我們很多時候可能會隱藏我們自己的身分 因為在台灣我們就是少數 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 OK 那也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如果我很多朋友都會抱怨那個環境很黑暗 你們會不會 我很多朋友每次都會 我們公司好黑暗喔 我跟你說 你知道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樣覺得自己很渺小 覺得自己的力量有限 那你應該意識到一件事情就是 當環境越黑暗的時候 你會越亮 為什麼 當 我就只有一燭光啊 如果待會我走出去在正午五十二點的時候 我這一燭光其實看不見的 可是當今天這房間 完全沒有任何光源的時候 很暗的時候 我這一燭光就會很亮啊 它甚至有機會照亮別人 甚至至少它可以照亮我眼前的腳步 所以我們不要害怕自己的渺小 我們反而應該因為自己的渺小 而能夠更努力來發光 那先跟大家分享一個概念喔 欸 這邊會吹小號的請舉手 有嗎 欸 沒有 那我就可以亂講 我從國小就是古號樂隊的隊長 小號這個樂器很特別 它就管弦樂團來講 它相對是個體積比較小的樂器 但是呢 任何編曲裡面只要有小號 你大概都不會錯過它 它的音色很嘹亮 那其實我常跟很多朋友互相勉勵 我說啊 如果你跟我一樣 你是有選擇的或沒選擇的成為台灣人 那基本上你就是一個小號手了 你一定得是個小號手了 為什麼 因為台灣也很小啊 台灣沒有什麼資源嘛 可是我們又被迫得在這個世界 有足夠的聲量 好 讓我們試著試著想辦法生存下去 所以我們當然天生就得是個小號手 那如果啊 你跟我的 在生命裡頭的樣子很像 就是常常會覺得 我有一個想法 我想跟別人分享啊 我想如果你是個基督徒 你大概很多時候會有這樣的心情 在眼中也許某些人 他還執迷不悟 他還在沉睡 你想要喚醒他 這時候你當然也是個小號手 為什麼 你當兵了嗎 你不是本地人 大哥你當兵了嗎 我看你這麼年輕 我有點擔心說會不會 大哥請問一下 那個當兵的時候 一天的開始是從什麼開始的 跑步嗎 你在床上就開始跑了嗎 起床號 我都會說是從小號開始的 然後就有人說小號 為什麼不是大號 沒有沒有 不是那個小號大號 是起床號 對啊 一天開始其實是從起床號開始的 起床號他在幹嘛 他在把人們叫醒 他就是一個wake up call 如果你覺得別人還在執迷不沉迷不行 或你只是比較幸運 你比他早一點點知道某一件事情 你想要跟他分享 你想要跟他對話 那你當然是個小號手 因為你要給對方起床號 那也或者 你跟我一樣 常常在工作 在生活裡 常會覺得 像你知道 常拍片的時候 有時候張俊仁就問我說 欸 導演那我們接著要拍什麼 那我就 好 那個攝影師待會換call shot 然後燈光師 你們把這個燈調過來 然後我希望那個 待會我們走位的時候 旁邊不要人 好 前面先交控 交控就是把那個路擋下來 老實講我在講的時候 然後我其實並不知道我接著要拍什麼 但是因為現場有一百多個人在等我 所以我試著隨便亂講一下好了 我會說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會覺得 天啊 我到底這樣做對嗎 那往這邊去真的可以到我們要去的地方嗎 這個方向是沒錯嗎 那我要走到哪時候 你很多時候你會感到彷徨 你可能會感到灰心 你會茫然 你會不確定 而且我跟你說好 我保證你的team member 跟你一起工作的夥伴跟你一起努力的夥伴 他們也一樣 我是2000年進入廣告業 那時候是因為不想上班 我想說廣告公司好像不用上班 看起來很自由 結果後來發現我弄錯了 我是沒有下班 你知道你做廣告的時候 你很多時候你是要高度的有自信的 因為不然你怎麼把你的idea賣給客戶 你知道像我常開玩笑講說 我大概是全台灣最浪費的人 為什麼 因為創業總監 你手上的客戶 通常你要能夠進澳美 進智慧 湯迅 這樣的廣告公司 你這個客戶 就是說一個品牌 它的行銷預算一年大概要 四千萬五千萬 甚至六千萬不得 那一個創業總監 可能有十個客戶 比方說我在澳美的時候 做Motorora 然後Mercedes-benz Nike 佐安咖啡館 查理王 就每個客戶大概都是六七千萬 那你看我一年可能就會浪費六七億 那我工作十五年了 那你看我浪費多少億 這沒什麼了不起 因為都不是我的錢 都不是我的錢 但是我要講的事情是 但是在你做這些事情的同時 你真的會心慌 你很多時候是不確定的 那在我們的生活裡 其實也常常是這樣 然後我就發現喔 這時候你要跳出來 你要鼓勵大家 你要 encourage people 為什麼 就跟當兵一樣啊 大哥 我記得你有當過兵嗎 有有有 當兵的時候你有行軍過嗎 有嗎 行軍的時候會覺得 好高興喔 會嗎 不會喔 應該常常在想說 到底要走到哪時候 哪時候可以停 什麼時候可以結束 是要走去哪 你知道 行軍的時候 我們也很多時候很徬徨 很疲憊很想放棄 所以呢 我們也會需要小號手 小號手要幹嘛 小號手要吹奏進行去 他要鼓勵大家繼續往前進 就像我們在生活裡 我們也自己常常會覺得 很灰心很挫折 跟我們的夥伴一樣 我們都很想放棄 那這時候怎麼辦 你要出聲 你要來鼓勵大家 而我自己的經驗是 當我講出來的時候 事實上最得到鼓勵的人 不是別人 是我自己 是我自己 所以鼓勵大家 你現在 你應該意識到 你就是一個小號手 如果你是個基督徒 你當然更是個小號手 上帝要你吹響號腳 不是嗎 就算我們不會吹真的小號 但是你可以在生活裡 用你的生命 吹奏一首小號 我們看一個作品 一夜裡就不同了 你看見戰略的土地和記憶 一夜裡就不同了 你聽見戰略的恐嚇和飛起 一夜裡就不同了 我們變成光 找到 照亮 一夜裡就不同了 我們勇敢 拿起 幫忙 一夜裡就不同了 世上沒有黑暗 只有還沒照到的地方 只有還沒照到的地方 一夜裡就不同了 一夜裡就不同了 我們想起我們世人 我們都是高雄人 一夜裡就不同了 一夜裡就不同了 高雄 高高仰望 高雄七暴大概是具現在十六十五年前的事嗎 去年嗎 你們確定 確定 是我記錯 沒有 因為 你知道 如果它是去年 是為什麼現在 沒有看到媒體在報導 難道那些斷手斷腳 老婆死掉 然後馬路房子壞掉的 都好了 是嗎 你知道我現在常常會發現 我們很多時候我們是藉由媒體來理解世界 但是如果你單單依賴媒體 它會讓你的世界產生一種錯亂的狀況 就好像 高雄七暴離我們很遠嗎 高雄離這裡幾個小時 你坐高鐵大概兩個小時就到了 我想我們中間應該有很多朋友的家人 親戚或誰 住在高雄 可是為什麼我們就 忘懷了 在我今天提及之前 你這個月有想到高雄七暴的警局手 哇 感謝主 這是我們要面對 這不是各位的錯 但這就是我們現在面對的時代 我會說媒體很 剛剛牧師講什麼 從罪惡的援手中把媒體給拉出來 OK 媒體是誰 媒體不是誰 媒體就是我們 他一定會跟你說 因為我們現在的觀眾 他們都想要看新山社 所以我們必須提供這樣的東西 我們才能有好的收視率 我們沒有好的收視率 我們就不會有廣告 我們電視台就沒辦法繼續下去 所以說到底好像又是我們大家 我們這些約聽者的錯 也許是吧 但是那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我們可以幹嘛 其實我比如講媒體也是人 我們常有時候會罵記者 記者是誰 記者不就也是各位的小孩嗎 記者可能也是你的同學 記者也是可能是你的朋友 但是現在記者他們也很軟弱 他們也很辛苦 為什麼 以前老三台的時代 一天有多久的新聞 不就是早中晚對不對 那曾經新聞還很短 那加一加也不過就是一個小時多 現在的新聞是多久 24小時啊 所以你現在看到很多新聞 奇怪 竟然有三分之一是什麼 什麼摺制網路 有沒有 我每次看到那個我就會想 我就會替他們感到難受 你想像一個畫面 電視台的攝影師 哇他從以前 他是也是讀傳播科系畢業 然後還要學著扛機器 一定是從學徒來 然後等到好不容易生成了攝影師了 結果他現在是扛了機器 然後在幹嘛 他拍那個記者桌上的那個電腦螢幕 他不是出去跑外景 他是在辦公室裡面 就在內湖的 不管是3D 不管是TVBS 不管是 OK 你想得到的所有新聞台 他們的記者 他們必須竟然在那邊拍電腦螢幕 就是像現在這樣子 我光想像那個畫面 其實都覺得很蠢 很荒謬 老實講也很可憐 他們需要內容 他們需要內容 高雄氣爆的那一天晚上 我們大家都在電視上看到 嚇一跳 怎麼會這麼誇張 怎麼會這麼恐怖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印象 有一個巷子以監視器的畫面 就是有很多台摩托車 然後就從遠方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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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到後來整個螢幕就爆白 我就問一個那個製片說 這個畫面多少錢 他說什麼都多少錢 我說如果今天我們要拍片 我們用實拍的方式不藉由後期 我要拍這個鏡頭 以這樣的規模 我們要花多少錢 他說你問這個幹嘛 人家 我說好啊 你估看看嘛 製片不就是估價王 每天要估價 你估看看多少錢 他說這個 這個大概就是五千到七千萬不得 看狀況 我說什麼狀況 他說看保險公司 還要跟你拿多少 因為你知道我們拍片 一定都得投保 那像這種畫面是很危險的 工作人員是有可能受傷的 他說另外一個是 看你在哪裡拍 如果你是想要在鬧區 那當然你這 復原的費用又更高了 我說好好好 你們一定也看過 有一個先生 跟他朋友 午夜十二點左右開著車 他是一個行車紀錄器的畫面 他就兩個在那邊停紅燈 在那邊聊天 那聽到前面 砰砰砰什麼 地上那個人孔蓋 就炸飛 炸飛起來就整個一直冒火 然後他就 也不管紅燈 就趕快轉彎 就馬上掉頭回轉 然後隨著他回轉的同時 鏡頭就掃過去 就看到那邊路口的也是大火 然後有女生在那邊尖叫 想要人家去幫忙 我說這鏡頭多少錢 然後那個製片就說 這個的話 因為它眾生很深 所以它是從 它的規模就大很多 你要拍的 因為透視的關係 你要看到很遠 那個距離是很長的 然後這個 大概要兩億五到三億 而且台灣應該是不能拍 因為台灣城市的話 地下人稠 所以你這個申請一定不會通過 我說那去哪裡拍 他說鄰國 鄰國比較有機會 鄰國現在有很多鬼城 你們知道就是 你們知道鬼城嗎 不知道 就是因為它快速成長 所以他們蓋很多大樓 但後來就都沒有人住 不是一棟房子 是整個城市 所以他們有一些機會 可以讓我們操作這個 我說兩億五 他說兩億五 應該是不含保險的費用 因為鄰國可能也不是 那麼重視保險 我說台灣沒辦法執行 他說台灣應該沒辦法 然後我說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應該有 就後來有人用無人機 它就是空拍 它就沿路這樣拍 你就看到整條馬路 它不是壞掉 它是往下線三層樓 所以你就看到很多車子 掉在裡面 但是就很小 車子平常我們印象中 車子就是那樣 可是變很小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那個坑洞多大 然後這樣拍過去 還會看到那個什麼 消防車 消防車不是都很大台 在裡面也像火柴和小車車一樣 好可愛 紅紅的好漂亮 然後這樣飛過去 這樣一路 然後到後面再彎過去 大概1.6公里 1.5公里 大家對1.5公里有想法嗎 有概念嗎 跑步的話 比方我 比方我 跑步1公里是大約5分20秒 所以換句話說 1.5公里我必須要跑7分半左右 而我算是 10公里我只要55分鐘可以跑完 所以我算是還OK的runner 還OK的跑者 我的意思是說 這麼大規模的場面 那要怎麼做 然後我跟朋友說 他覺得中國應該也沒辦法做 可能要到好萊塢 好萊塢他們才能做 我說等一下喔 我不是講說像變形金剛那樣弄 變形金剛它是什麼 它是用特效嘛 它是拍Key的嘛 就後面是綠幕藍幕 然後演員都 其實後面根本沒東西 我說我要10拍喔 我要10拍 他說對 他知道是要10拍 可是他覺得還是可能只能用好萊塢的技術 因為包括你那整個馬路 你最後要復原是很困難的 我說人家那個復仇者聯盟 不是都把整個城市都打爛了 他說對啊 所以那個就是沒辦法拍啊 他說基本上這個不是拍不拍的問題 他是說這個不會有人去拍他 為什麼 我說他都先講多少錢 他說這個喔 就可能是將近快1億美金 如果你要10拍 但是他也不會有人拍 為什麼 如果你花了1億美金 1億美金等於台幣有30億嘛 拍了這一個鏡頭 那你這支片呢 其他的部分就不要拍了嗎 難道這部片就只有這個鏡頭嗎 所以他說這是不太可能發生的 我說啊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印象 有人回去找他的車子 找不到 往前一條路口 往後一個路口都沒有 他想說是不是忘記停錯了 到底停在哪 後來又找到啊 在哪裡 在屋頂上嘛 對吧 在屋頂上 我說欸 如果我們要拍這個 把車子從地面然後炸到屋頂上 這多少錢 他說喔 這個從他的角度來看啊 人類目前應該無法做到 我說為什麼 不是有炸藥 我們就用炸藥就好 他說好 車子有多重 Porsche Cayenne一台是兩噸重 那我們一般的轎車可能是一噸多 你要把一噸多的東西炸到三層樓 三層樓高 假設只有三層樓高 等於大概十公尺 更何況它是六層樓 那就十八公尺 他說那你要用多少炸藥 我說他就弄越多越好啊 他說不是這樣啊 你炸藥越多 可能會有一個結果是什麼 只是車子炸爛啊 砰 然後就碎掉在地上啊 你沒辦法做到你要做的事情 他說那應該怎麼做 他說第一個 炸藥的量要被實驗要被控制 就是它要有足夠的推進的力量 F等於MA嘛 你的F要足夠大 所以他是要去再三再三去rehearsal 去測試的 下一個 其實我們 你們有看完命關頭7的請舉手 還蠻多人的嘛 你們有看到那種車子甩尾對不對 請問大家甩尾怎麼拍 請問他 甩尾怎麼拍 你有看嘛 你覺得甩尾怎麼拍 甩尾怎麼拍 甩尾不就那個開車人甩一下就好了 不是欸 如果今天我們要拍甩尾 拍必須有攝影機嘛對不對 那你要讓他剛好甩到你面前過去 不是那個人開車人甩就好 因為他如果沒甩好 他可能就把攝影師給撞死了 那我們後面就不用拍了嘛 而且他一甩可能車子就撞爛了 可是沒有拍到啊 那難道你要這樣繼續這樣撞嗎 不可能 所以通常我們拍這種東西一定是 藉由炸藥還有鋼索 什麼意思 就是你車子可能這樣前進對不對 你希望他到B 從A點前進到B點的時候 我希望他可以轉向 因為我攝影機在這邊 所以他可以轉向 所以我可以看到他甩動的角度 那他如何跑到這邊 其實他前面就是都有鋼索拉著 然後他到快到這邊的時候 我們就5 4 3 2 1 砰 就炸斷了那個鋼索 但是還有其他條拉著他 所以他就會轉向 你看起來這車子是失控的 其實都在我們的控制裡 因為如果沒有控制的話 我們不敢拍也不會去拍他 然後他才往那邊甩 那這只是一個最簡單的 甩尾的鏡頭 那我今天要讓車從這邊 啪 炸到這邊 所以說那要怎麼做 喔 我們可以出吊車嘛對不對 喔 我要炸到六層樓 所以我要兩倍 我要有十二層樓高的吊車 等於是三十幾層樓高的吊車 把他吊起來就好啦 你想這樣拍起來可以看嗎 你會看到一台車這樣 我說這不是台灣民間故事 是說這根本就不刺激嘛 根本就不好看嘛 所以一定是這樣 你一定要砰真的炸起來 然後它會翻飄 所以它是幾乎無法用我們能力來控制的 我們是那跟錢無關 就是做不到 就是做不到 我為什麼講這麼多 你會覺得莫名其妙 我的意思是說 當你去看《復承者聯盟》 當你去看《變形金剛》 當你去看《玩命關頭期》 兩小時看完之後 電影就結束了 可是當現實世界裡面 發生了這樣規模的鏡頭 它就發生在你面前 而當你兩小時之後 它還存在 你知道那個在人身上的《影配》有多強 因為你從來沒有見識過 在現實世界裡沒有人看過這樣的事 你知道像我們那時候 消防隊已經去了 我們support就覺得消防隊到就好了嗎 沒有耶 消防隊讓他火繼續燒 我們想說 火災不是應該把它撲滅嗎 沒有啊 沒有辦法 他必須讓它燒完才安全 這個都是超乎我們常理能夠理解的 所以我那時候打電話給我的同學 他在高雄地檢署當檢察官 我說欸 當然第一句問他說還好嗎 但是他可以接電話可以講話應該還好啦 他說很忙啊 所有人就是取消休假全部召回 忙著幹嘛 檢察官要幹嘛 對 那個晚上在厭屍啊 在釐清問題啊 你要保全證據啊 你要趕快搞清楚什麼 而且很多很多實體 你搞不清楚是誰的 還有他的死因 你必須要到現場相驗 所以他們忙翻了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高雄需要什麼 高雄需要什麼 我說需要錢嗎 他說錢 人家現在找不到老婆 然後斷手斷腳 你錢來有什麼用啊 他說人家現在是整家店 整個房子都燒掉 錢來能幹嘛 我說那需要物資嗎 然後就想一下 他說物資喔 你知道他說 那個政府的留置所對面 就是家樂福啊 他說就是家樂福 所以物資並不一定是那麼需要 我說那 到底高雄需要什麼 他說 他覺得他擔憂的是 創傷後症後群 就是在那當下人們是無助的 人們意識到自己的渺小 意識到自己的無力 意識到自己的無法抗衡於命運 他覺得那個是很危險 他都說他不知道 接著會不會有很多自殺草 對啊 如果我老婆忽然怎麼樣 我可能也會動搖我求生的意念 更換我們有一個朋友的朋友 他們就是上個月跟銀行借錢貸款800萬 然後開了一家店 一個禮拜內就燒掉了 然後爸爸就說 幸好是晚上燒 沒有電源燒死 但是我說 那800萬還要還嗎 要還嗎 那當然要啊 對啊 然後我一個同學的弟弟 他就是12點多騎車回家 停好車 然後聽到外面好像在放鞭炮 好像很熱鬧就出去看 然後走到門口 你現在嚇一跳對不對 他是當場 他總不會是有準備的去給他炸 他就從門口一路就飛到廚房的牆壁 啪 再掉下來 內傷啊 內傷啊 可是他很高興 為什麼他很高興 因為他只差30秒 如果他是在外面 他就不是從裡面炸到那裡 他就是睡掉 他就是睡掉 我現在講這些事情 他不是發生在非洲耶 他也不是發生在 30年前 曾經國共內戰 曾經有一段戰役 沒有 我講的不就是你們講的去年發生的事嗎 所謂去年也不就是幾個月前而已啊 而且這些人是活生生的人 他們拿的身份證跟各位是一樣的啊 為什麼我們不在乎 為什麼不在意 因為我們有自己的生活上的苦惱要面對嘛 我們有自己的困難嘛 對 你知道我媽媽常講說 我從小就常悲念喔 她說你比較親像人耶 有聽過這句話嗎 小孩子啊 每天玩著張希希回家 被罵 你比較親像人耶 我那時候就在想 我不是本來就是人嗎 幹嘛還要我像人一樣一點 可是這句話也在告訴我說 會不會 很多時候雖然我們是人 但是我們並沒有人的樣子 我們並沒有真的愛別人 我們並沒有真的幫別人 我們甚至不要說幫或愛 我們根本就沒有那麼我們以為的在乎別人 那我就問我同學說 那我們可以幹嘛 他說 我也不知道耶 那但是你是做什麼的 然後我就喔 好 我要去忙了 然後他就把我電話掛電 我就想 對啊 我是做什麼的 他說 因為我同學他最後就講一件事 他說他覺得最需要被協助的 被幫助的 是這個 是心啊 我是做什麼的 然後我就想 對啊 我是做什麼的 我是拍片的啊 但是 又怎麼樣 我那天早上 我就 打電話給那個誰 張君寧 我說欸 我想要替高雄氣爆做點事 那想問他有沒有意願 結果他回給我是說 好啊好啊 今天拍可以嗎 今天拍可以嗎 我說 什麼今天拍 後來我才知道 因為他隔天就要出國了 他會拍一個什麼娘的 他說什麼娘 我都聽不懂 對幾個月 我現在才知道什麼 我想說 五妹娘 為什麼不是六 也不是七 對 他就只有那一天 可是他當下我就有點慌 為什麼 因為我本來只是想要問看看啊 可是沒想到對方比我還積極 還主動 他就說他可不可以今天拍 那你給我感覺就是 天啊我已經開口問了 那我不往下做不行啊 你知道那就是騎虎難笑 不是每天你找張君寧要幹嘛 他就可以幫你幹嘛的嗎 可是他都願意的 我總不然問完之後 好好好 然後十年後的時候 欸張君寧哪那個 不行啊 我今天就想說那要怎麼做 可是像我們平常拍片 我們是做商人廣告 我們平常每支片就是三百萬 五百萬一千萬 那好吧 如果最起碼三百萬 那我這三百萬從哪來 難道用我自己的錢嗎 還是我去跟銀行借三百萬 然後來拍一支片 然後我就想 如果我這樣做 我看就不只高雄氣爆 我老婆也會氣爆 對不對 而且很怪啊 你去跟銀行借三百萬 然後拍一支片 那你還不如直接就把這三百萬 直接捐給需要的人了嘛 我越想越覺得很怪 另外一個是時間 通常我們之前一支片呢 大概就是一個月半到兩個月不等 因為你中間要開很多會 你要缺了很多東西 再加上所有工作人員要call在一塊 因為比方說你拍片不是攝影師就好 攝影師他要帶什麼 攝大柱 攝二柱 攝三柱 攝三柱搞不好還有自己的助理 他是帶一個攝影組 燈光組 燈光師也是帶五六個 製片組 造型組 美術組 每組都是很多人出來可能五十幾個人到一百個人不等 你要這些人的時間全部在一起啊 所以你要去協調 應該不可能就是今天嘛 應該不可能 然後我想那怎麼辦 算了 就算了嘛 就跟我們平常一樣嘛 我們面對事情沒辦法那就算了嘛 因為我從小到大最厲害的一招就是算了 很會算 我就跟平常一樣就 做我平常每天早上該做的事 就是運動 運動完 煮咖啡 煮咖啡完 讀金 讀金完禱告 那這就是我很單純很簡單 而且我確定我可以做到的事情 禱告的時候我就問神說 那 神你應該有一個意思吧 你應該是想要我幹嘛吧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辦 你來決定好了 因為我其實很會示弱 就是什麼事都交給他 因為這樣比較輕鬆 結果 欸 我就有一個感動啊 對啊 我平常會寫詩啊 寫那些有的沒有 我從國小就會寫詩 賣同學去交女朋友 我會寫詩啊 而且張君寧有什麼 還有嘴巴啊 對不對 這是什麼廢話 我就寫首次來叫他唸好了 因為我平常就會帶著筆跟紙 就是我有一個小本子 我就趴在那個餐桌上 然後他開始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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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 我記得那天好像剪的還是家樂福的一個片子 然後我就剪完之後我就問那個剪接師說 欸 你有沒有帶手機 然後剪接師是女生 他說有啊 導演我有帶啊 我說欸 那等一下你抄一機喔 他說 導演什麼機 我說等一下你抄一機 他說導演什麼機 我說攝影機 攝影機 要拍誰 我說張君寧 他說張君寧電視上那個 我說對啊 在哪裡拍 我說這裡啊 這裡 導演這是剪接師耶 欸 要拍張君寧不是應該在攝影棚 我說好啊 不然你去借 而且要今天 還有你要付錢 他說啊 那不要不要不要 然後我就傳一個訊息給張君寧說 欸 我有個ID了 那你今天在哪裡 有沒有空 我跟他說今天可以 可是你也不知道他今天是不是還在台北啊 因為藝人的通告 或者他們工作的地點都是 就是如果沒辦法match 也沒有辦法 結果他跟我說他在3點45分到4點05分 有一個break 有一個空檔 然後他又跟我共享那個位置 然後我看 嗯 他離我150公尺 他就在隔壁洞三立收音 我在立達就隔一條馬路 隔兩三棟房子 然後我就跟那個剪接師說 欸 那等一下我們就來拍了 他說什麼時候 3點45分 導演你知道現在幾分嗎 我不知道 現在3點40分耶 我說蛤 然後趕快叫同事 因為她是女生嘛 他想要把那個桌子挪開 他說導演就在這裡 我說對啊 你就把這邊清開 然後 燈咧 你這裡不是有那個吊燈 然後你就轉過來這樣有一個乾淨的牆面就好了 就好了 然後就叫同事來 趕快來搬啊 幹嘛 張軍寧要來 張軍寧 反正他們又重複尖叫一下 然後他們一邊搬的時候 聽到有人喊說 欸 我到了喔 然後他們轉過來 張軍寧自己跑來 其實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因為一般藝人他一定有助理 他一定有經濟 然後他到某一個定點 他為了避免會有人干擾 他通常就是要我們去接 然後把比方說電梯block起來 讓他 這一台電梯是只讓他坐著 大概你們都很熟悉嘛 你們平常生活也是這樣嘛 對不對 喔 不是喔 所以他 只是因為我有跟他講哪一個房間 他就自己跑來了 這對我來講也是很奇怪 很新鮮的事情 然後他說 欸 好啦 好啦 大家坐下來 然後這時候我想慘了 張軍寧好歹也是台灣一線的明星嘛 通常我們在拍明星 他們都會指定一個東西 叫做髮妝 他要指定他的髮型師 要指定他的造型師 要指定他的化妝師 然後我想 我不但沒有問他要指定誰 我根本連找都沒有找 根本就沒有髮妝啊 沒有造型啊 怎麼辦 而且尤其他是女明星一定特別重視外表形象嘛 因為那就是他們很在意的 然後我看著他我就想 張軍寧 你今天好漂亮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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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 他雖然素顏 可是他那天就特別漂亮 你知道人在想要做一件 自己很在意 很認同的事情的時候 他會發光 他會發光 然後他說 喔 真的喔 謝謝 然後就 然後他說 欸 好 那我們來囉 好 然後 欸 簡潔是 喔 不 不 你現在是攝影師 來 你操一機 然後你拍close的 或拍wide 就是比較long一點的 好 開始 然後就把我的笑笨子給他 然後就開始唸 唸兩次 然後 欸 喔 不好意思 那我要先走了喔 好 掰掰 加油 然後就 咻 又不見了 很像仙女啦 又不見了 然後我們就開始剪接啊 然後上字幕 然後就丟到網路上 對啊 就丟到網路上 因為我沒有錢去買cue啊 買媒體啊 我們就丟到網路上 想說 好吧 我就坐到這裡吧 然後同時間我就傳給另外一個朋友 把那個文字啊 傳給另外一個朋友 那個朋友就問我說 那用什麼格式 用什麼格式拍 我說隨便啊 都可以 結果他在傳來的訊息就是檔案了 我們看一下這個朋友傳來的檔案 一夜裡就不同了 你看見斷裂的土地和記憶 一夜裡就不同了 你聽見烈焰的恐嚇和飛起 一夜裡就不同了 我們變成光 找到照亮 一夜裡就不同了 我們勇敢 拿起 幫忙 一夜裡就不同了 世上沒有黑暗 只有還沒照到的地方 一夜裡就不同了 我們想起我們是人 我們都是台灣人 我們都是高雄人 一夜裡就不同了 高雄 高高仰望 熊熊站起 高雄 堅強 他傳來的時候我們想說 哇 開飛機的人果然比較快 就做好了 他也沒有第二句話 他也連跟我電話討論也沒有 雖然他最後應該要念格雄 堅強 我們也就算了 因為反正他台語也不好 但是我們丟到網路上 就很多網友問說 欸 齊柏林是高雄人喔 當然不是啊 當然不是啊 這時候你還分哪裡人呢 這時候你應該問的是 自己是不是是個人吧 後來我們就把這 影片丟到網路上 我們也把這首詩分享出去 然後希望大家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你也可以拍啊 你有手機嘛 你也可以拍 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來朗誦 來為高雄的朋友加油 也許在你捐錢的同時 這也是你可以做的事情 你讓另外一個地方的人知道有人在乎他 所以讓他知道有人擔心他 有人鼓勵他 有人為他禱告 常常有朋友跟我講一句話說 欸 不要擔心 我們都在為你禱告 我通常這時候會覺得 我好有利喔 我突然變成有利人士 後來台北的 有一個4A廣告獎 其實就是全台北的廣告代理商的一個重要 就是所有做廣告的人最重要的一個頒獎典禮 他們就把這個案子剪成一支片 也跟各位分享 以為你提供的一個頒獎 有一個頒獎 在北的二十五年 自由紫頒獎 我一定會看到 他也是大家想知道 自己在那邊 和他們一支片 那些頒獎 我可以看到 他就是 很快 你就可以看到 我可以看到 有一個頒獎 一夜里就不同了 你看见断裂的土地和记忆 一夜里就不同了 你听见烈焰的恐吓和悲起 一夜里就不同了 我们变成光找到照亮 一夜里就不同了 我们勇敢拿起帮忙 一夜里就不同了 世上没有黑暗 只有还没照到的地方 一夜里就不同了 我们想起我们是人 我们都是台湾人 我们都是高雄人 一夜里就不同了 高雄 高高仰望 熊熊战起 一夜里就不同了 高雄 高高仰望 熊熊战起 高雄 健康 高雄 健康 高雄 健康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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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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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可是也是同樣的媒體 我PO上去之後不到半小時 電話就開始響 自由時報 三立新聞 蘋果日報 他們就是就馬上在網路上 在電視上 在各個地方在報導 裡面當然是講說有個網友 有個大學生 盧建章 是做一個影片 對啊 他們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媒體 今天問題不在於媒體有多糟糕 今天在於我們能夠怎樣反過來影響媒體 媒體不是別人 媒體不是我們的敵人 媒體就是我們 我們可以改變他們 因為他們就是我們 我們做些什麼 你知道嗎 其實台灣現在問題 都不在於我們很壞 不在於我們很黑心 不是大家都想要做點什麼 只是都沒有人去做點什麼 當你願意做的時候 就有人願意follow 就有人願意support 就有人會想出其他更好的idea 你可能一開始做 如果你覺得自己沒有做出多棒的事情 可是你有機會啟發別人 你有機會 就像這片子一樣 他可能一開始只是 我只是找張倫念一下 後來就幾十個人 甚至有幾百個人在念 那這就是我們想要的影響吧 給各位看 我覺得最重要不在於說我們有多少資源 最重要在於我們想要幹嘛 我們有什麼樣的力量 很多時候我們會覺得 故事搞不好是有力的喔 然後呢故事也或許比全世更有力 很多時候我們會覺得我們是無權又無私 沒有家事背景嘛 那當然如果你想要創造的是好事 那故事也可以讓好事更有力 我們看一個作品喔 我們來看一個作品喔 我爱你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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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自己的故事喔 我不是說我是那一隻狗啊 我之前住在花園行程 所以我來到這邊 我很熟悉也很開心 大家知道花園行程嗎 我那時候住在一個獨棟的房子 有十二個可以烤肉的地方 但是我一次都沒有烤過 因為我都在加班 然後我很喜歡那個地方 就覺得鳥語花香 然後我隔壁住的是鋼琴家葉綠娜 還有她先生衛名副 有一次我出門的時候 就提著垃圾要去丟 就聽到他們在練琴 那鋼琴聲流泄 然後風吹樹葉搖動 然後小鳥在叫 我那時候就想 這應該就是天堂吧 那應該就是天堂吧 我就站在那裡聽 聽了五分鐘 我沒辦法動 雖然我手上拿的是垃圾 但是我覺得真的太美了 像這麼美的地方 如果你跟我一樣 每天都要工作到十二點一點回家 而且自己一個人 明知道只有自己一個人 可是樓上四樓五樓 有聲音 你會怕 你會怕 那我就問我的前女友 就是現在的老婆 你們前女友應該都是自己現在的老婆 老婆一定是前女友 除非你是相親結婚 我就問她 她說 欸 那 我一個人住會怕 怎麼辦 她說那你想怎樣 我說我可不可以找人一起住 她說找誰 我說可以找女生嗎 她說你試看看 她說你要不要養狗 她就鼓勵我養狗 她說你可以養女狗 不可以養女生 而且最好是臘腸狗 她說奇怪 不是我要養 為什麼你該規定 因為她小時候養過臘腸狗 就很懷念她 所以我鼓勵大家 如果有一天你跟我一樣 想要在自己的生活空間裡面 有一個會動來動去的 就是很有生命力這樣 你好像可以從她身上採因補羊 得到一點力氣 那你可能也是 也許自己家鄉的爸媽年紀大了 你不在家 想要有人跟她作伴 你想要讓她養的狗 那也可能是你自己小孩長大了 你想要讓她學會懂得照顧別人 這是生命教育嘛 你想要讓她養狗 我鼓勵你們 不要用買的 不要用買的 在台灣 不管你是要 拉布拉多 哈士奇 黃金獵犬 跳跳狗 馬爾基斯學 納瑞 貴賓狗 任何你想得到 你講得出來的品種 你大概都有三百隻到一千隻可以挑 而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在一個很舒服的環境 然後把你手機拿出來 你只要上網看就好 他都幫 所有的這些公益團體都已經幫你整理好了 照片啊 他的年紀啊 他的健康狀況 他的所有的性情 敘述都很清楚 我記得那時候我在澳美廣告上班 那三天喔 我要上班但我都沒有在上班 我都在那邊 我都在看 太多了 因為我今天設定蠟腸狗 但太多可以挑了 你知道有些那種長毛蠟腸啊 那種奶油色的 哇好優雅啊 好可愛 然後我想一點也不適合我這種北七 然後也有那種 哇好看起來 好特別喔 就是鼻子很長 然後長得好像人 你知道維多利亞女王 我想說 到時候要是家裡 房間裡有一個人面全是走來走去 也很恐怖 他就這樣 後來看到有一隻 他就手腳都穿襪子 然後在籠子裡 他還這樣坐著 就很奇怪 很妙 然後跟前女友說 那就是他了 然後我們就想要去領養他 我記得那是禮拜五的晚上 我一樣在澳美加班到十一點多 然後才開上高速公路 因為他在彰化八卦山下 然後我有跟對方講我會晚點到 然後到那邊 就說就是這一隻 然後有人說 哇 你挑這隻啊 哇 這是豪雁光 千宗選衣啊 我說蛤 他說這個你看 這麼小 真的很小 大概跟我腳一樣大而已 他說這個是迷你蠟場 不會再大了 喔 你這千宗選衣 選得好 迷你蠟場 現在這麼大 然後他還說 你看喔 他這個側邊 有這個突出 左右兩邊都對稱 這個呢 突出很像那種魚篩有沒有 他說這種我們叫做 其林塞 我會講這個是 萬中選衣 我說又千中選 又萬中選 千萬分之一 哇 然後回來台北 我想說啊 要養嘛 還是給醫生看一下 我說帶去那個安心動物醫院 現在在羅斯福路上 進去那個醫生說 先生你這很危險喔 我說蛤 什麼危險 我說什麼意思 他說你看那個肋骨都跑出來了 他說肋骨 這不是其林塞喔 怎麼這樣 我說那這怎麼辦怎麼辦 他說還好 你就讓它吃buffet buffet all you can eat 你就那個飼料就倒滿 看要吃多少吃多少 我說那這樣要多久 他說大概一個月 應該就會比較健康 就沒有 大概兩個多禮拜 你知道臘腸 本來是這樣 畫就像冰箱 就員工 我記得在開車回台北的路上 因為很累嘛 加班一整天 然後其實已經是隔天早上 凌晨 很開 然後聽那個搖滾樂 聽得很麻辣 要提神 然後就聽到 然後我想說 前女友真的很不講義氣 我一個人在那邊開夜車 她在那邊睡覺 我就想 真要罵她 欸 沒有啊 她醒的啊 眼睛亮晶晶 然后想说 还是是我自己在打呼 我开到已经打磕睡在打呼 也没有啊 因为还听到那个呼声 那是他 那么小小一只 他就趴在我前女儿的腿上 发出那种呼声 他说 怎么那么吵 我就把音乐再开大声一点 还是很大声 我想说 那我以后要不要睡觉 这么小只就那么大声 可是我看着他我就想 对于他而言 我们才认识不到一个小时 我们是陌生人 他就这么安心地躺在我前女儿的腿上 我就在想说 那如果今天我没有去领养他 他会怎么样 他会怎么样 哎哟 哇 这个场子果然数值很高 很多人说不会怎样啊 有看过十二页的请举手 纪录片十二页 这个场子的数值真的很高 哎 纪录片十二页啊 我鼓励大家都要去看 拍十二页的摄影师呢 也是拍那些年拍陈妍希的摄影师 我跟他一起后来拍陈妍希的 微生命广告 他说因为我们工作我们在聊天 他说他拍完十二页之后 有半年都没办法工作 每天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 然后他要去看心理医师 我说好恐怖哦 我不要看这部片 我说是那个画面很残忍吗 他说不是 是他看到人很残忍 所以我鼓励大家去看 很多喜欢狗爱狗的人 都不敢去看这部片 但是我鼓励你一定要去看 为什么 因为他们已经为了这个世界付出了 在拍这支片的同时 很多狗也被安乐死了 拍这支片的就像我刚刚讲的 工作人员很多身心灵 也遇到很大的挑战 他们都为了这个片子付出了 你为什么不愿意 要求自己坚强一点点 面对这件事情 我们以前不是有一首歌 梦上眼睛久以为看不到 不是吗 安乐死 安乐死是 老实讲我到现在还是有点没办法谅解 安乐死 安乐死的药剂怎么来的 是用我的税金买的啊 是用你们的税金买的啊 你们也都是参与其中的人之一啊 不是吗 只是我们选择不要去在意 不要去关心 就跟高雄气泡一样嘛 我自己有我自己的问题 我只要 你知道我们有一个习惯 我们会轮硬 轮硬就是镜头语言嘛 我们一直放大放大放大 我们就会放大我们自己的问题 我的问题好大哦 可是我后来发现 有时候要不要稍稍的转移你的focus 转移你的焦点 你看一下别人嘛 你看一下别人有什么问题 这有时候你轮到一下 你把他一直轮到 你的问题就变小了 他还在 他还是同一个问题 可是他会不会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巨大 甚至有时候当你去解决别人问题 你试着去帮助别人的问题的时候 诶 你的问题不见了 诶 你的问题不见了 这是很奇妙的事情 回头讲狗狗 在台湾杀人会不会判死刑 上上礼拜那个 割喉案 大家都只在意割喉案 那台湾只有发生割喉案吗 其实也不是嘛 这就是我刚讲的 我们会被媒体所误导 也不是说误导 他也没有什么误 是我们理解这世界方式 现在过度的依赖媒体 就在那个 万华那个什么公 那是什么 龙山寺 对不起 对不起龙山寺 就是有一个卖香肠的阿伯 跟那个前面的警卫起冲突 然后就吵架 阿伯就拿一把刀捅他 然后就跑掉 后来经过三天 阿伯被找到 他在三重的一家旅馆里被发现 就是警方把他统计到案了 然后发现 这个先生其实之前也犯过杀人罪 他也杀过人 而且是为了二十元 吵架就把对方给捅死了 是真的就死了 可是他只有关七年就出来了 然后好 比方性侵好了 我一直觉得性侵这个罪 其实比杀人还可怕 为什么被你伤害的人 他要继续带着这样的记忆 带着这样的伤害 活下去 而且长达几十年 因为他人生还有多久 他就必须面对这件事情 还有包括他的家人 我一直觉得性侵的人 你为了那也许几分钟的 你的我不知道是快感或热气 这样的伤害的人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坏的 在台湾性侵判多久 两三年就出来了 我们班上有五个检察官 因为我是读哪一种 我们同学有很多是检察官 我不是说 好 回过头来说 神也教我们不要杀人 不是吗 实际里面的吧 但是反过来说 那政府组织就应该杀人吗 我觉得这可以讨论 这可以讨论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在这样一个标准里面 请问这些狗到底做了什么 让他们必须被判死刑 你说有啊 流浪狗对我们的环境造成问题 好 来 这里有被流浪狗咬过 有请举手 诶 什么都没有 你们不是说流浪狗 会对环境造成问题 有一位 辛苦辛苦 或者我们应该说幸运幸运 对不起 上帝祝福你 有踩过狗屎的请举手 种很多了吧 哦 赞 赞 赞 都有买彩券吗 没有 狗屎是不是流浪狗造成的问题 不一定 怎么会不一定 为什么不一定 遛狗的人 可是我说流浪狗啊 流浪狗就是homeless 就是没有主人嘛 那总是他的问题了吧 对不对 因为大便是从他的肛门跑出来的 当然是他的问题啊 所以我们应该把他杀死啊 诶 这边有养狗的请举手 哦 还蛮多的嘛 我就说这个场子数值很高 诶 请问您好了 你们家狗狗上完厕所 会不会自己拿卫生纸擦屁股 然后去按马头 不会哦 诶 我们家的也不会 那你们有看过这个动作吗 有嘛 这是什么动作 掩埋啊 这是狗的本能啊 这是狗 这几千年 几万年来 他们一直有的本能 这个本能是什么 当他们有排泄物的时候 他会自己去掩埋掉 他会把它遮蔽掉 让那个气味不要再对 也许是这生态系里面 其他生物可以追踪嘛 他本来就会做这件事 那请问美和氏楼下 待会儿有一只狗 上完厕所之后 他埋得起来吗 为什么埋不起来 为什么没有杀 为什么没有土 哦 被铺水泥了 被铺薄油 是流浪狗铺的吗 不是啊 你懂我意思吗 他们到底有什么错 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你在德国 所有的宠物店 他们卖的东西不是宠物 是什么 是宠物用品啊 是卖饲料啊 有 他们店里头可能会有狗 但是所有的狗都是让人家领养的 你知道我很多外国朋友来台湾啊 他们感到最惊讶的都不是101有多高 他们最惊讶的是通话街还有士林夜市 不是里面东西有多好吃哦 是哇 你们怎么会想到把生命放在玻璃橱窗前面 然后用卖的 他说这让他想到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 对啊 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吧 你把生命当作一笔生意 生命成为一笔生意 那跟买卖器官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可能都会觉得 不关我的事啊 对啊 不关我们的事啊 可是它就是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所以那时候我在 心里在想说 如果 如果 今天我不去带这只狗回来 那它的爸妈 这只狗狗的爸妈会怎么看这件事 活生生看着自己的小孩被 处决 被执行死刑 那是多痛苦的事 所以后来我接了Mazda 后来我到支援汤讯去当创业总监 接了这个家庭修理车的广告 我就会想说 那我可不可以把我关心的事情 我在乎的事情 拿来做 我永远相信一件事 会感动你的 才有机会感动别人 你在乎的 才有机会让别人在乎 很多时候我们会选择去谈 或做 我们觉得 我们想要让别人知道 但是 你应该在 说服别人之前 你试着先说服自己 甚至不是说服 当你想要跟别人对话的时候 你是不是应该先回过头来 跟自己对话 你真的很在乎这件事吗 如果是 你才来做 如果是 你才值得花你的资源去做 而且很奇妙的事情是 当你去 为你在义的议题 做点什么时候 别人也会被打动 后来这个作品 他就拿了 交通类金奖 最佳导演奖 车子卖非常好 可是在 过程里面 我就已经跟Mazda讲说 你们一定要 做回馈 因为你们会因为 操作这个社会议题而得利 你们车子会卖很好 但你们一定要 这是一个对价关系 否则你们就是奸商 你们就是黑心商人 我就是帮凶 所以他们也接受 他们也同意 所以他们在销售的每一个环节里面 比方有人会来赏车 很多人就进来说 我要看那个电视上 有狗的那一台车 然后就那个销售就说 先生你知道我们不是买车送狗 但是如果你们家要养狗 因为很多都是爸妈会带小朋友来 如果你们要养狗的话 请你们用领养代替购买 他们在每一个环节 都跟这些公益团体 流氧动物协会有合作 后来那个 唱这首歌的女生 其实是台湾女生 一个小女生 我请她来唱 手里没有点因为这首歌很红 所以就跟她签约发了两张专辑 这些都不是我们预想到的 因为这首歌是我写的 所以我变成中华民国 做成协会的一员 然后远传电信打电话给我 说如今那个 听说这首歌是你写的 真爱的旅程 我们很多用户打电话 说他们想要这首歌临声下载 那版权好像在你这边 是不是可以浪度给我们 我说OK 你跟我的经纪人联络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经纪人 我就叫公司同事说 那你跟他讨论一下 确保这笔钱 是有进到公益团体就好了 我要说的事情是 也许很多时候 你也会有对生活 对世界 有一些不满意不满足 因为你有期望 你有盼望 所以你一定会有不满意不满足 但你有可能把义跟足拿掉 你可能有一些不满 但是没有关系 你可以用你的方式来跟世界对话 这就是创作 你说我又不是做什么导演这一行 没有啊 你可以用你的方式创作 因为你想要反过来影响这世界 因为你不甘于被这个世界 单单的钳制住 你就是自由人 你的意志是自由的 你一定可以做点什么的 你看我们这个骗子 它是大制作 它是十五百万的一个骗子 那它跟前一个骗子 对我来讲 他们都是一样的 他们都是一样的 问题都不在于资源 问题在于 那你有什么故事想要跟人家说 你有什么关系 你在意你感动的事情 想要跟世界对话 我觉得这才是核心 这才是重点 这就是我的主人 他总是会监督我的工作 来来来 这个很重要 因为各位竟然会愿意在礼拜六的早上 不在家里睡觉跑来这里 一定是很在乎自己人生的 我看一下 同学 你 你你你 你人生剩几天 你今年几岁 不好意思请教你一下 方便说吗 二十五 那你想要活到几岁 八十几 八十几啊 八十五 OK 这样最好 因为我们数学不是很好 八十五减二十五 这样有几年 六十还很久 一夹子天干地支 还可以轮一变嘛 请问有几天 你不是有手机吗 有手机吗 你操一机 来帮我算一下 六十年有几天 大家知道二十二K吗 现在每天都在讲嘛 对不对 因为我做广告的关系 所以我常开会的对象都是总裁 董事长 总经理 因为这些人 他们通常就是都会 想要开广告会议 我就有机会就跟他们聊 我说 诶 当耶 当耶 常就是有一些老板会说 年轻人不要怕二十二K 对不对 你应该要累积你的竞争力 我就说老板 你们以后尽量不要这样讲 我知道你可能出于好意 你想要鼓励年轻人 我说但是你千万不要再这样说了 为什么 我说很简单 两千年的时候我进到广告业 广告业是一个 薪资结构非常陡峭 的金字塔 所以你进去呢 像你像我这种 很junior 初阶的文案 薪水很低很低 很低很低 因为你没有任何所谓的 ability嘛 你没有什么能力 没有所谓创意能力 那除非OK 我们凹个两三年 然后努力做做做 有一两个作品得奖了 然后我态度很积极 我的idea可能很好 我深一点点 可能变文案 就不再是junior copywriter 后来我得很大的奖 可我眼心的 我可能资深文案 senior copywriter 我得到全场最大奖 这时候我才有机会 成为文案指导 再来才是最重要的关卡 副创意总监 通常做广告 尤其创意的人 很难升到创意总监 通常就三千个 里面可能只有两个到三个 因为创意总监的缺很少 它是一个很大量筛写的 一个过程 很多人撑不到那边 就是只好离开 或者他一辈子就只能当 文案或者艺术指导 升不上去 如果你真的突然 得了一个很大的奖 然后客户也很欣赏你 然后各项条件 也都很幸运 很棒 OK 你成为副创意总监 甚至有一天 你成为创意总监 OK 你薪水会很高 很不错 但是在那之前 这个是非常非常陡峭的 我常常说 那时候的我 那个junior copywriter 在这个生态系里面 如果这是一个大海 我在这里面 非常底层 连虾米都不是 你们知道浮游生物吗 大概是浮游生物 可是在2000年 我这样的一个浮游生物 你们猜我起薪多少钱 你们猜我起薪多少钱 7K哦 还有没有 来来来 全民顾价王 2万5 还有吗 5万 还有呢 5万哦 那时候应该去你的公司的啦 那时候我在澳美 我薪水 28K 28K 那经过15年之后 为什么现在老板只能给新鲜人 22K 如果我们真的要讲竞争力的话 难道不是这些老板的竞争力降低了吗 不是吗 15年前的老板可以给新鲜人28K 现在老板只能给新鲜人22K 那如果真的要谈竞争力 难道不是老板的竞争力降低吗 对啊 所以 我说 老板可能你们不要再这样说了 因为我觉得这样有点 替你感到拍谁 你懂我意思吗 那当然 竞争环境的改变 很多生意找不到利基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到 我们的成本变高 更大的问题 事实上是我们的邻国嘛 过去我们用加工业的思考 我们可以赚钱 什么是加工业的思考 大家记得以前有什么 男子加工出口区 然后过去我们只要拼一点 就会有钱赚 那都是在我们隔壁的市场还没开放 什么市场 我说是人力市场 隔壁有多少人 13亿 台湾有多少人 2300万 13亿大约2300万的几倍 大约60倍 所以我们 常常讲说要拼经济 我们来加班 好不好 好啊 来加班啊 为了台湾的未来 你一天工作8小时 那加班 我们来加4小时 你一天工作12小时 好不好 12小时的意思是什么 你早上9点进去 什么时候出来 晚上9点 你吃辣的 你中间还有午休1小时 所以你10点才可以离开公司 10点离开公司 回到家11点 洗洗睡 为什么 因为你隔天 可能8点就要再出门了 所以呢 你可能也没有办法 看小孩的功课 因为都11点了 小孩还不睡吗 我觉得有朋友说 他常看自己的小孩长长了 而不是长高了 为什么 因为他每次看他小孩 就只能看他跟床的 那个床员的距离啊 他从来没有看到他站起来的样子 因为回去的时候小孩已经睡了 早上他要出门的小孩已经上学了 这就是我的朋友的状态 对啊 那我们要回避这件事吗 这就是生命啊 这是生活啊 他们就是在面对这些事啊 我们也大家都在面对这件事啊 我们再努力一点 问题是 我说你10点才下班 你一天工作12小时 你比原来增加多少的工时 4小时嘛 这样是几倍 0.5倍嘛 所以你是原来的1.5倍嘛 但是隔壁还是多少倍在等你 60啊 我们再来拼经济 我们工作16小时好了 好不好 16小时的意思就是早上9点进去 什么时候出来 半夜1点 你还有午休 2点 我今天好辛苦哦 2点才回家 回到家 3点 然后8点又要出门 我只能睡加洗澡 总共才5个小时 我好辛苦哦 没有 不是只有今天这样 你每天都要这样 你这个月每一天 20天都要这样 你今年都要这样 你每一年都要这样 你才会是原来的2倍嘛 对不对 你 你也账钱吗 但是就算这样 你也不过也才是原来的 2倍而已啊 那隔壁还是几倍 对啊 even我们大家就是以公司为家 我们24小时都在公司了 那是原来几倍 3倍啊 隔壁还是60倍在等你啊 换句话说加班是不归入啊 我们都很会算 但为什么我们都不去算 这种显而易见的事呢 为什么我们一直在逼迫彼此 我们被别人追着跑 所以我们只好追着别人 哎 算出来了吗 21900天 我们现在 我刚不是说22K不重要 我们当然会担心我们的薪资 因为薪资会让我们活下去嘛 可是有一个问题是 如果我们觉得22K很少的话 那为什么我们不会觉得 我们剩下人生的天数更少呢 这个同学他还有60年 但是他也不过21900天 其实你少算一个东西 你知道论年嘛 四年会论一次嘛 所以60年还有15个论年 所以你事实上还有21900115天 恭喜你 但是还是不到22K 我们的薪资会增加 随着你的工作能力 随着你的经验 你可能会被加薪 可是你人生的天数 就是过一天少一天啊 台湾 郭先生应该算很有钱吧 郭先生 他的天数呢 那 我先不要讲他嘛 他的老婆你们知道吗 不是狗狗 前一位 郭先生很有钱啊 但是没有办法 郭先生的弟弟 我会说 如果我们那么在意数字 我们那么在意金钱 为什么我们不在意另外一个数字呢 如果你人生就不到22K了 那你还要做你今天正在做的事 你真的觉得这件事有意义吗 而且这个日子 还是我们的期望哦 它很可能不是这么多哦 像我自己 我今年39岁 如果我活到我父亲的年纪 我父亲65岁走 我还不到一万 换句话说 我今天来是分享 用我人生剩下的7000多分之一 来跟各位在一起 我很珍惜 我也很在意 我常演讲到这边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就起来就走了 为什么 我就很好啊 为什么 因为他想要去做 他觉得有意义的事 我的问题是说 如果我们这么会算 现实世界叫我们那么要懂得算 我们为什么不算一些 真正真正matter的事 我后来发现 你知道做广告的人 都在追求聪明 追求创意 然后我们要跟评审斗志 可是经过十几年后 我发现 其实我们真正在做的一件事情 它才会有效果 它才会有影响力 它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 我刚刚就是跟你们讲一件 诚实的事情 一个事实嘛 你人生可能不到22K 人生可能不到22K 它是一个事实 但是你以前没有想过 就跟神可能本来真的就存在 但是我们的朋友 他们并没有思考过 这是一样的事情 它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然后你要用你的爱心 因为你爱你的朋友 因为你珍惜他们 你希望他们也珍惜 他们真正该感到珍贵的东西 我鼓励大家真的 你要试着用爱心说诚实话 而且这恐怕也是唯一可以让你的作品有影响力的方式 在做这个作品的同时 我们那时候访问了 原本设定要100支片 我们要拍100支片 什么片呢 那时候 其实也是我算出来 说台北市长任期有四年 四年是几分钟 大概200多万分钟 台北市民有多少人 大概也是200多万的 那我就想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大家 就是用自己现在的一分钟 来改变未来的200多万分钟 我们就是一个人只能讲一分钟的时间 然后访问很多人 有什么地瓜妈妈 你们知道地瓜妈妈吗 地瓜妈妈就是单亲妈妈嘛 然后很辛苦 然后基金会就是帮他们批地瓜 好让他们卖 所以很多上班族肚子饿的时候 可以买个地瓜 你也support他 那也让他等于有谋生能力 地瓜妈妈通常大家都觉得他们很弱势 可是我访问那个地瓜妈妈 她跟我讲的 我就觉得我很感动 她说她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问题不在钱不钱的问题 不是钱多钱少 问题在于我们没有爱 她说你看我很弱势 可是我去帮助别人的时候 我没有觉得我弱势 我觉得我很快乐 我觉得我很成就感 我甚至觉得我还蛮强势的 对啊 然后我们就访问 比方说有一些什么精算师 台湾第一个拿到美国精算师的 我想说他应该会跟我谈一些什么 什么财务啊 然后结果他跟我讲说 那个宗教系路站 那个公车艇要拆掉 我说为什么 我又觉得 是从他财务的观点来看 他说没有啊 我每天在那边塞两个小时 可是从来没有看到公车倒站过 我说哦 那比方说那个什么贺诚蛋 贺诚蛋他就 我在拍他的时候 他就说 他就跟我约在敦化南路旁边 一个什么四围公园 然后就去 他说来来你坐 然后他就坐在地上 我想说你裤子不会脏 然后来来导演你也坐这边 我说我坐下去 我裤子脏了 我回去会被我老婆骂 好算了还是坐在他旁边 他说来导演你看 你看这个公园什么东西最多 我说树啊 没有你再看清楚 树啊 好那我问你 什么颜色最多 我说绿色啊 因为都是树啊 没有你再看清楚 绿色啊 不是 我问你灰色勒 我看 真的耶 都是灰色耶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公园全部都是水泥 全部都是水泥 我们已经设定好它是公园了 可是它全部都是水泥 它是一个水泥公园 然后树呢 他说你仔细看这些树 它们长怎么样 哦 是不是都秃头 我说哦对 因为我们想要管理方面 所以所有的树就是这样 都把它这样砍过去 所以我们的公园呢 虽然是公园 但几乎都是水泥 这是赫神战提出 他觉得公园就应该有土壤嘛 他说你上一次踩到土是什么时候 对 我上一次踩到土是什么时候 我们是不是离自然太远了 我们是不是离神赐给我们东西太远了 我会不会用太多人造的东西了 OK 我们就是这样访问 然后有人跟我去讲什么垃圾的问题啊 有人谈那个城市绿洲 因为台北市太热了 这个热不是因为天气热 这个热是因为我们大量排放二氧化碳 那他们的建议是什么 他说很多大楼的屋顶 办公大楼的屋顶都废置在那儿 都很脏乱 其实它可以变成绿洲 人们可以上去种养花石草 他说这个问题 同时还可以解决上班族心里很苦闷 你可以每天看到你种的树 一直长大一直长大 你好像也有了生命力 我说这个也蛮有意思 而且它不花费资源 而且当你屋顶有绿洲的时候 你冷气都可以少往下跳 都会少一度 然后整个台北市 它就会有很多个小绿洲 我说对啊 就是都是很好的想法 很好的意见 后来我们就把这些想法 这些意见就整合起来 加上我同时也在大学里面教书 我就发现 现在大学生跟我那时候好不一样 好不一样 我大学的时候就是每天在那边谈恋爱 打球就很高兴 然后也没有认真学习 但是也不觉得会怎么样 就是有你玩四年嘛 可是你知道我现在教了大一新生 他进来我们看每一个人都很苦闷 很苦闷 我说你们在担忧什么 他说钱啊 我说钱 你读大学需要很多钱吗 他说也不是 但是我们想到我们三年后四年后 我就要出去领22K 我说你想太多了 你应该不会领到22K 你可能领到19.5K 对啊 我说但是这个问题虽然确实存在 但是你现在担忧有什么用 而且你为什么会担忧这件事 他说每天报章杂志都在谈这件事啊 就钱钱钱钱钱钱钱嘛 我其实我就会跟他们说 钱它应该是货币单位嘛 货币单位是什么意思 它是拿来交换的嘛 今天我想要吃面包 我肚子饿 所以我拿15元去买面包 它就是一个让我来交换的 一个货币单位而已 我真正想要的是 那个物品嘛 就是柴货或劳务嘛 比方说我想要吃碗面 我就拿30元去巷口买碗面 我真正要得到的是吃了那个面的饱足感 或者比方说 我想要买一个图画纸 回来可以跟我小孩一起画画 我想要的不是那张纸哦 也不是那一个图画纸的五元哦 那对我来讲没意义嘛 如果五元就可以让我快乐 那我就把五元拿下去吃下去就好了嘛 不是啊 如果我肚子饿我吃15元会饱吗 也不会饱啊 我要的是最后那个东西嘛 那个东西会让我快乐 那如果我们现在就直接追求快乐呢 因为我们现在的状况是 我们都在比较你有多少货币单位 可是很明确的 你的货币单位一定不会比某些人多很多嘛 所以你一定会感到痛苦难过失望 可是如果你直接去追求快乐呢 如果我们比的是你今天有多快乐 你今天有帮多少人 你今天笑几次 会不会这个比赛就不一样 我不是比说你户头有多少 我说同学你应该这样想 会不会我们也可以这样想 会不会我们过度的把价格当作价值了 明明你可以定义价值很多不同的方式 我多说一点 我觉得阿帕契案跟夜店杀锦案是同一件事 甚至跟歌喉案都是同一件事 我大胆的胡说八道 为什么 夜店杀锦案是谁犯的 你会一定会觉得就他们嘛 那些坏孩子 祖谋是文化大学一年级的学生 他就是我们大学生 他就是我们的大学生 甚至你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看 他们跟什么林肥凡这些台大学生 他们是同一组人 他们是同一个世代 你从人口统计学上来看 他们都是同一组人 这就是光谱也开始两极化了 因为他们面对同一个问题 贫富不绝马 贫富差距过大 贫富差距大的时候 有的人会想要去改变他 有的人会选择好 那我试着也来改变我自己 他做什么 因为他看到有些富二代 每天他没有工作 可是他都在上酒店 然后呼风唤雨开香槟 他会想说那我跟着他 我就算没去贫也好 我捡一些他吃剩的也够 所以才会有什么中山联盟 所以才会有人跟着主谋 到去 我想说50个人打一个人 我们小时候打架一定是一打一 谁会50个打一个 怎么会那样 你懂我意思吗 他的思考也来自于说 因为如果我继续读大学又怎么样呢 我可能毕业后也是022K 我还不如跟着这些富二代 我每个月还可以 每天都可以上酒店 然后还可以开名车 我很早就认识钟瑞兄 你们认识钟瑞兄吗 那时候我在澳美上班 澳美下班就是夜店 在新一威那个华纳楼下 那边是什么 Roon 8 Team 我加班到两三点下来 头昏眼花 手软脚软走路都摇摇晃晃 看到别人也是摇晃晃 手软脚软 只是我是眼睛 因为盯着电脑荧幕 盯到都头昏眼花 他们可能是因为饮料 或一些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然后看到钟瑞兄 他们都走路这样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旁边都是model 那个腿大概都到我的脖子 但其实不好看 因为你懂我意思 就拍一看 就是你会觉得 对方为什么会想要跟他在一块 也是因为什么 然后想说哇 人家醉成这样了 他还上车开跑车 嗯嗯嗯就走了 那时候那一年 我已经是台湾区创意成绩排名低迷 我是台湾得奖数最多的人 我每天那么辛苦的工作 然后我看到他 你觉得我的心情会是怎样 我没有到那样 我只想说 赶快回去睡觉 明天早上九点还要去提案 对啊 但我要说我已经够幸运了 我已经是一个创意总监了 我已经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而且我的工作能力也被肯定 被赏识 那其他没有我那么幸运的 你觉得他心里会怎么想 割喉案是一模一样的问题嘛 我想说这个人180公分 好手好脚 他为什么会觉得他人生没有盼望 你知道我家很多病危通知单 我18岁的时候我妈妈车祸就要死掉了 然后就先拿到一张 结果后来就活了 哇 说恭喜你哦 就已经活了 我说接着会怎样 植物人 我说蛤 植物人就要很好 没有后来又会动 太高兴了 从植物人竟然醒过来 感谢主 结果后来 三个月之后竟然开始失忆 所以我人生中18年 我家里就是有一个失智症 我的妈妈就是失智症 所以我回家的时候 妈我回来了 五分钟后来就过来说 你怎么回来都没有跟我讲 有啊 妈妈我刚刚有跟你讲 你当兵没 妈妈我十几年前就当完兵了 他说那那个 当完兵好 那你要努力存钱 存老婆本 妈妈我结婚了 结婚 你结婚没有找我去 我赶快 有有 妈妈你看这是结婚照 你有去啊 你有去 他说看 有去 恭喜你 还有人愿意嫁给你 你看 一般的父母亲 就是儿女的人生大事 不过就是结婚那一天很高兴 可是我妈妈可以每一天 因为我结婚都很高兴 她每天都觉得 我竟然有人愿意嫁给你 像我小孩最近出生 妈妈你要抱一下 不行啊 为什么不抱 抱人家小孩 要先跟人家讲啊 不然人家以为我们偷抱人家小孩 我妈妈他是你的孙子 蛤 我有孙子 然后那个我老婆在旁边说 妈妈 你说要问人家的妈妈 我就是她的妈妈 然后她还跟我老婆说 哦 beautiful beautiful pretty pretty 我说妈妈他是谁 可能是你女朋友吧 对啊 这是生命嘛 这是人生啊 你要怎么看待嘛 你要怎么看待 我会说 我会说 歌喉的那位龚先生 他可能有很大的问题 但是我们也都有自己的问题啊 我妈妈身体不好 我每个礼拜都要冲回台南 我常常在拿那个病危通知单啊 那我很好奇的是 我很好奇的是 那龚先生有拿过病危通知单吗 郑姐有拿过病危通知单吗 对啊 但是我们也不能怪是他们的错哦 是我们创造的世界 让他们变成这样 让他们有盼望嘛 世界上谁最恐怖 我觉得是没有盼望的人最恐怖 我常跟我的学生讲说 哎呀 我也没办法给你们钱 因为我也是没有什么钱 我也不可能没办法给你们 每个人都有工作 我公司也没那么大 我也不可能给你们房子 除非你们都来跟我住 我更不可能给你们孩子啊 你知道我跟我老婆的状况就是 我们算是几岁结婚的时候 两个都是创意总结婚 可是我们判断 我们无法在台北市安生利民 所以我们不敢生小孩 结果后来怎样 我们生不出小孩 我们就生不出小孩 就是生不出来啊 因为我们老了啊 你知道我现在我的朋友 他们见面女生 见面DG话谈的是什么 不是 动软 你们知道动软吗 对啊 那你知道动软 软不一定真的 他确实他可以成功地被动起来 但他不一定可以成功地被解冻 台湾有很多第一 包括生育率第一 倒数 我觉得这些都是事实 那我们可以选择 我们不在意不关心 但是有人正在其中痛苦 我们必须面对这件事情 所以后来我们就做了一个作品 你有多久没听你的孩子说话 你知道他们担心 你知道他们担心什么 生活从来就不是容易的 他们担心没有工作 他们担心没有房子 他们不敢生孩子 后来又生不出孩子 他们认真面对每个挑战 但被迫吞下肚子 但被迫吞下肚的都不是真的 你有多久没有听你孩子说话 你知道他们担心什么 他们跟当初的你一样 努力 认真 但他们得到的跟你不一样 他们被欺负 他们不敢想象在你的年纪 有跟你一样的生活 他们不敢想有钱 只想要安全 而连这样想都不太保险 你有多久没听你的孩子说话 你知道他们担心什么 他们担心你不听他们说话 这层不再诚实 这层压迫你的孩子 资源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上 孩子受伤 你会帮忙 那受罪呢 或许 你无法给你的孩子工作 你无法给你孩子另个房子 你更给不了你孩子一个孩子 但你可以像他们小时候一样 保护他们 帮助他们 这次你不会自己投票 你为你的孩子投票 你为你的孙子投票 其实竞争品牌 在更早更早 好几个月之前就找过我 然后他说 导演那个 我们想说你很适合 我说 没有没有不适合 导演导演 我们那个看过你的作品 觉得非常非常适合 我说 没有没有不适合 其实后来我就觉得我应该帮他做 应该还不错 我的意思是说 我为什么会拒绝 因为我并不理解 我不了解这个人 所以我无法帮他讲好故事 那后来为什么我会帮柯P做 是因为 我觉得他有一个东西 跟我的理解是接近的 他诚实 他诚实 然后那时候就跟他们说 我会提一个脚本 那但是这脚本呢 就是我关心的事 而且它会是一个 跟诚实有关的 那如果你们觉得 跟你们想要谈的事情不一样 那我们就不要做 我们就不要合作 因为我不想要赚你们的钱 然后我就提出来 一个字也没有改 一个字也没有改 然后其实柯P也没有来开会 他从头到尾 很多朋友问我说 那柯P这人谁 我说我不知道 他根本没有来 他从头到尾 他就授权给一个经理人 其实很多企业 也应该思考这件事情 就是说 你的专业如果不在这 你应该 找一个信得过的人 宜人不用 用人不宜 你既然用了这样一个经理人 你就完全授权给他 像他们内部就在笑说 柯P只有负责哭 我说什么意思 就是这片子拍好之后 给他看他就哭了 然后就这样而已 他并没有做任何事情 但是我要讲的事情是 我其实不知道怎么做 那时候结了这个工作之后 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做 然后我只知道它很重要 它应该会是一个 历史性的作品 然后我希望做一个东西 它的重量感是足够的 是可以跟 它的重量性是相披抵的 在几年后我们回头来看 它还是有意义的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做 我想了一个礼拜 我想了很多 但我觉得都不好 都不够好 所以我就又来了 就是跟平常一样 早上起来运动 然后煮咖啡 读经 然后我跟神说 神 真的这个我不会做 这个交给你做 拜托 然后 祷告完了 我就拿起笔来 一样就把它写下来 一个字一个字下来 就是现在你们看到的东西 记者来访问 因为 记者来访问说 你做这片子 什么想法重来的 我没有 我什么都没做 我什么都没做 我只是把人们跟我讲的 我感受到 我听到的 我只是把它拿出来 我只是一面镜子 我让人们重新回头 去看你自己眼前的样子 因为神要我们 认清自己所在的位置 你才知道 自己不足是什么东西 你不足的 绝对不会是你的金钱 绝对不是 我等一下去买一支 35元的双琴 我就会很高兴的 可是某些人 因为他平常生活方式 他开瓶35万的人的红酒 他都没有很快乐 如果我们人生的目标 是快乐的话 我可能比他更早达到目标 甚至有时候会觉得 他们也很可怜 为什么我说 阿帕契安是一样的事情 因为如果你有一个朋友 他平常都喝35万的红酒 你会想要送他一瓶酒吗 不会啊 你会想要请他吃牛排吗 请他吃牛排 等一下会不会被他笑 所以你会做什么 那我来给他一个 别人都没有碰过的东西 或者非常非常高单价的东西 那个东西是什么 对啊 其实都是同样的问题 为什么 当你不了解自己 不认识自己 你会想要由外界来肯定你 来确认你的存在 那个东西是什么 就是打卡 就是炫耀 我们都会 我们本来就会 这是一个社会性 可是如果你 完全只依赖世界的眼光 来看你自己的话 那是很危险的 那就是我们现在 所有问题的所在 台湾不是没有钱 问题在于 我们没有自己 我们 当然你可以更直白地讲 我们没有神 我们很多人 不认识神 我们很多人 没办法抓住自己 记者来访问我的时候 其实我在陈达医院 因为这支片上的同一天 科班就打电话 我们要开记者会 导演你方便过来 我说不行 我现在在陈达医院急诊室 为什么 我妈妈中风 你妈妈不是失智症 然后又中风 对 那需要科医师什么帮忙吗 我说他还会开刀吗 他可以来开刀吗 不用啦 你们就做你们的 祝福你们 我们就 我说你们为我们祷告 谢谢 你们知道中风没有药吗 知道吗 知道 我们过去觉得医学很重要 很进步 没有 中风没有药 我妈中风躺在床上 一动也不动 我扛到医院的时候 医生赶快帮忙 医生开始检查 掉点滴 我说医生 我们现在是用什么样的疗法 自体疗愈 有听过这个吗 自体疗愈什么意思 就是让那个血块 他能不能身体自己吸收掉 然后 那你现在打这点滴是什么 食盐水 加速他的身体循环 我说 好 那我赶快联络我们小组 请弟兄姐妹帮忙祷告 有的在芬兰 有的在美国 有的在北京 有的在屏东 有的在台北 有的在台南 开始祷告祷告 医生去检查 MRI什么 一直查一直查 查不出原因 事实上 就中风嘛 看那医生 就是有点羞怯怯 先生这个给你 什么 粉红色一看就知道 就是病危通知书 我说 好 没关系 我觉得那医生 还比我比较紧张 因为他开太少张了 我们家有一叠很多 我说 没关系 医生加油 我们一起努力一下 然后国伟伟 现在你那个伯母在动 我说 妈妈 他就问我说 现在你们做什么 我说没有 我就祷告 祷告好 祷告好 你们继续祷告 继续祷告 当然就住院 但三天后我妈就醒了 三天后我妈就会骂我了 还要打我 所以记者 打电话来要访问 我说不行 我在陈大院 然后没关系 我们就去医院访问你 好 然后我就跟妈妈说 妈妈 那个有记者要访问我 反正我在这边 对你也没什么用 那我去外面给她访问 五分钟就好 我妈说 好了好了 所以我就跟我老婆 那时候怀孕的老婆 出去给她访问 你们有看到肚子吗 那就是我老婆的肚子 为什么 因为我只认识这个孕妇 不是这样 那时候制片问我说 导演你要找哪些演员 我说我不要演员 我不要模特经纪公司的 导演我们预算是可以的 柯P他们给的预算是合理的 我说不是 我不要 因为这支片在谈什么 真实 真实 我们要的人就是每个都是真的人 我不是说model都是假人 不是 是因为他们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这片子被美化了 他们就 他们反而会伤害这个影片 所以我说 我要求所有人都是真人 就是你身边的人 正常的人 所以这支片拍得辛苦不辛苦 很辛苦 因为他太多场景了嘛 然后太多人物了 所以我们出动了大概五六台机器 但是你们里面看得到清楚面容的 每一位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你有看到一个小孩子跟他阿嬷吗 那个小孩子是摄影师的小孩 那个阿嬷是摄影师的阿嬷 所以他其实要叫那个阿嬷阿咒 那你有看到狗吗 就是 你有看到牵狗的小孩吗 那是我姐姐的小孩 你有看到肚子嘛 我老婆的肚子 那因为他的肚子 就是就没有人敢把手放上去 所以那个手 就是我的手 旁白是谁念的 是制片的爸爸念的 制片的爸爸是谁 就里面有一个在证券堂里面那一个先生 因为我也不要找announce 我也不要找一般的播音乐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 他们就活在这个城市里面 包括为什么我要让我小孩来参与 不是为了让他赚钱 他当然有钱拿 因为他们是合理的 但是重点是 这是他们的城市 他以后会在这城市活得比我久 他现在就要做事 他现在就要为他未来的人生做点什么 我让他们来参与 不是因为要省钱 不是 是因为他们有这个权利 他们可以参与这件事 在做完这个的时候 开始就有一些 就我刚讲媒体 媒体开始操作什么 哇 末日 末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很熟悉 可是他们讲的末日不太一样 他们末日怎么定的跟我们知道耶稣来的那一天 审判日是不一样 他们定的是11月30号 因为选完之后就会是台湾的末日 那时候我觉得很难受 难受不是因为我妈妈中风躺在床上 我的难受是台湾又不是每个人都中风要死了 为什么我们感觉大家都要死了 你懂我意思吗 当你真正在为难的时候 你才能理解 你平常是多么快乐 你平常是多么健康 你平常又是多么的不知足 我的感受就是这样 为什么我们要去恐吓别人 凭什么恐吓别人 所以我就跟科办讲说 我还有一个想法 我可不可以跟你们分享 我跟他说 那时候其实我在病房里面 所以整件事情都是 我是打电话 在我妈妈的病床旁边 你们知道有一个人叫海明威 他写一本书叫 《明天太阳依旧升起》 你知道吗 这是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 最近那个《豆典出版社》又重新出 值得一看哦 很好看 这本书其实在我高中的时候 其实对我影响到 他几乎就是几乎海明威的 在巴黎的所有生活 但最重要的是他的书名 他是说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 痛苦难过 《明天太阳》一样会升起 一样会出来 我站在陈达医院的病房 看着外面 对 我妈妈还躺在床上 他有可能会过去 有可能不会过去 但是不管这样 太阳还是出来了 而且你知道这本书 当然它很重要 它将近半世纪前了 海明威更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但是 他这本书名的启发 还是来自于另外一本书 大家知道那本书叫什么 《传道书》一章五节 他的书名完全就是把圣经里面的句子放上去 他讲说太阳升起 太阳落下 太阳又充满回到他上身之处 人生都是 庸庸碌碌追逐 其实都是虚空 都是捕风 不管 我的意思说 不管结果会怎样 我们还是有自己的生活要面对 我们还是有自己的困难要面对 我们还是有小孩的教育问题 有自己工作问题 但是不管这样 就算有这些问题 我们还是一样可以有盼望 我们还是一样能够有盼望 不管我们眼前的困难是怎样 不管我妈妈躺在床上 什么时候要走 我们还是可以有盼望 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祷告 这才是我们 这才是我们 可不然听完说 好好好 伯母还好吗 好 然后我就 再次跟我妈妈讲说 妈妈我住在你旁边 其实我不能帮你什么 但是我明天上去拍个片 我马上就回来 好不好 好啊 我妈说OK 所以我就去拍另外一支片 11月30 星期天 可以稍微睡得晚一点 还是一样要做菜 打扫 晾衣服 一样早上整理家里 下午带孩子去走走 在一程不变之中的小改变 我们开始期待 11月30是星期天 所以我本来写的是 一样要去教会 但是因为台湾只有10%的纪录图 所以我后来把它围调成 一样要打扫家里 因为教会 或者我们的心 就是神的店 我们一样要每个礼拜 都应该在主日的时候 回过头来打扫一下家里 打扫一下我们的心 也许我们被世界压迫 但是我们还有神 不要担心 也不要害怕 我们的伙伴一直在告诉我 时间已经快到了 OK 好 那我就略过一些作品 我们就快速地往下 你的情绪一定是珍贵的 所以你不要害怕 你的情绪 情绪常常是你创作的来源 那更多时候 你应该意识到 你是一个光 你是一个光 虽然你可能很微弱 很微小 但没有关系 这是个末世 所以世界很黑暗 所以你会很亮 你会很亮 你可以继续 你可以继续发光 就算你觉得自己很微弱 但是更不要忘记 当周围很暗的时候 你抱怨完的时候 你还可以发光 周围越暗 你会越亮 然后永远记得 你不只是在工作 你是在做作品 你知道圣经里有一句话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我一直都读不懂 后来才知道 因为就是工作 也就是Wars Wars就是什么 作品 那甚至呢 工作其实它的这个词 原文是诗 我会说 我们常常回去会跟家人说 我下班了 我完成我今天的工作 那你会用说 我今天完成了一首诗 来形容你的工作吗 上帝会哦 上帝会哦 上帝说我们是他的工作 意思是说 我们就是他写的一首诗 那我们有活出诗意吗 我们有要求自己活的诗意吗 诗意跟工作应该 大家都能很明确地理解 它有差别的 你可以去经营你自己人生的诗意 然后还是要提醒大家 你的故事一定要有爱 因为很奇怪 就跟人一样 没有爱的故事也会没人爱 没有爱的故事也会没人爱 也许你有一个message想要传递 可是如果你的故事里面没有爱 它就没有办法被传递 那当然爱的相反不会是恨 最后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想法 我觉得很多人会用高标准来看基督徒 但基督徒也应该对自己 有一点点小小的标准 我觉得是格调 就是你可不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 但是你可以反过来影响这个世界 我不知道你们会跟我一样 从小到大都会被教育要有效率 然后跟你说 那谁作弊 我想要跟老师讲 不行啊 你跟老师讲有什么用 然后他被打 而且你讲了有什么用 你又没有证据 那我也不能怎样 或者你现在在公司里 常常觉得说 那个谁 那个我觉得哪一个事情不对 我想要提出来 或我想要怎样改变 然后说你改变了怎样 公司还不是那样 不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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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小我们就被这样教育 不是吗 所以很多人认为 正确对的事情我们就不去做 因为我们觉得世界不会变好 不会因为这样变好 可是如果你从总体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当你去做这件事情 你觉得它是好的 它是对的 那一瞬间你自己就变好了嘛 所以你从总体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当你自己变好的时候 难道不是你们公司变好吗 当然是变好啦 虽然那个改变很微小 可能你肉眼无法察觉 可是它确实 它绝对是变好了 绝对是的 而且我必须说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善待自己 没有善待自己不是说 我们没有吃好东西 是我们常会压抑自己 想要做好的事对的事嘛 我现在都不相信一种人 就是不自爱的人 你说什么叫不自爱的人 很多人会说 我愿意为你做什么 为什么 可是他对自己其实并不好 他连安排自己的生活都安排得不好 他也不努力运动 他也不努力安排他的时间 他对自己很糟 他虐待自己 这种人我不会相信 他会对我好 因为你都不爱自己 你怎么可能爱我们 你怎么可能爱世界呢 会不会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 我也说当你去做一件 你觉得好的事情 其实你就会好 那这不是我想出来 是有一次我走在马路上 看到地上有一张烂烂的海报 我看到的时候 本来是想要把它捡起来丢一丢 后来想不对 搞不好还有人想看 因为我看到的时候 我一动也不动 我站在那边很久 你们看到他写什么吗 我老实讲 我那时候已经三十几岁 快四十岁 但是我那时候还觉得 天哪 我以前是怎么想的 我以前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我会觉得 世界不会变好 我就不要做呢 为什么我不先让自己好呢 真的 当你去做你觉得好的事情 你就会好多了 你就好了 后来我就做了另外一个作品 跟大家分享 我好了 生活有时进退维固 谁也帮不了谁 被别人追着跑 只好追着别人 最后 什么都没追到 有人说 每天都该重新出发 我觉得也许该重新出发 一开始 世界可能只好一点点 但你会好很多 我好了 从上出发 伪善最美 我家在安平古堡 然后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回台南 但是我都没有办法回家 因为我都去台南开会 开完会我又得跳上 以前是飞机 后来是高铁 因为办公室里面 常常八点九点十点 都还有会在等我 所以当我父亲 知道他得到甘来的时候 其实我在台南高铁站上 我在月台上 我没有跟他说我回台南 因为你知道你跟爸妈说 你回来台南 但是你不能回家 我觉得那是更难过的事情 所以他打给我说 我不敢跟他说 我其实也在台南 他一边讲 我一边安慰他 他说没关系 我们跟医生来配合 然后我问你祷告 然后我父亲 但心情很差 一边讲就都哭了嘛 恶性肿瘤 总不会是一个 非常非常鼓励人的事 我一边安慰他 车子来了 然后我只好赶快上车 然后一边跟他讲完 我终于安慰完他之后 挂掉电话 我瘫倒在高铁的座椅上 然后车子开始走 这时候忽然想 天啊我在干嘛 你知道做广告的人 我们永远时间都很紧迫 我们永远都在追求 最好的想法 也因为这样 我们永远在 被时间追着跑 但同时我们也在追着别人 因为我们想要更好 可是也因为这样 这样追着追着 我们有时候反而错过了 自己的家人 所以车子开到家里的时候 我忽然想 天啊我在干嘛 我就起来 我就跟我同事说 跟业务总监说 不好意思我要回家 我父亲得癌症 他还没有哈完 我已经跳下车了 可是even是这样 如果我知道三年后 我父亲就会过世 我真的早一点 就该跳下车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你在乎的事 你在义的事 但是你真的得回头去思考 这是不是真正你在乎的事 而且老实讲 你早就知道了 因为圣灵早就感动你了 圣灵很多非基督徒 不知道什么是圣灵 圣灵某一位牧师曾经跟我说 你如果不懂 你就把它当良心吧 你本来就有一个良知 你本来就知道什么是好的 只是你常常去压抑你自己 我们小时候看到狗狗 我们本来就会照顾它 我们看到弱小的 我们本来就会帮助它 我们本来就会跟别人分享 可是我们现在都会觉得 不要我们要自私一点 我们要保护自己 不 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其实你自己就开始不舒服 不愉快 那何不让自己好一点点 何不让自己好一点点 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做 也许世界没有 一下就变很好 但是你会好很多 你会好很多 这是我今天最想跟各位分享的 然后OK 然后因为我实在废话太多 后来就把它写成书 就一本是 会做故障世界听你的 然后接着天下文化又会出一本 什么愿故事丽女同在 其实我都是借由书在偷偷传福音 跟你们说 你们不要跟别人说 如今在这事上最重要的是爱 这是圣经上的句子 但是我觉得它不就是我们这个社会 现在最需要的吗 我们不需要钱 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很有钱了 不是 是因为再多钱也没办法帮助我们 感谢主 我用人生生下的几千分之一 来跟各位相处 希望没有浪费各位的时间 也祝福各位 那经过今天 因为我人生就剩几天了 我们就大家好好利用 所以你们欢迎写email给我 也许是根据说故事有关的 或者是你生命里头的挑战 也或许只是你遇到的有趣的事情 都欢迎你们跟我分享 因为各位今天我们就是朋友了 更何况我们是主内的弟兄姐妹 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 那色情图片就不用寄给我了 我已经长大了 谢谢 阿们 那个客导演可不可以给我们 大概在五分钟到十分钟 比如说开放现场 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要请教我们的导演 我可以给你们八千天 有没有问题 想要赶快把握 颅导还在现场的时候 可以提出来 大家一起讨论 有没有 有吗 来 请说 那我们教会的年轻人 或者是教会的一些媒体 是怎么样的可以透过 它成为主流 就是可以去影响 这个世代非基督的年轻人 我们为什么要成为主流 基督徒本来就不是主流 至少在台湾 那过往 我说在西方世界 基督教是主流的时候 我也不觉得 因为这样 就有真的比较好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先放掉 关于主流非主流的讨论 我反而会想要讨论的是 那你有什么故事吗 你知道 不是教会 我现在讲的是企业很多问题 企业现在拍很多微电影 你们知道吗 对不对 但是我常常讲说拍微电影的问题是什么 不是你的技术是怎样 是最大问题是 如果你没有什么想要 或者没有什么东西值得跟世界说的 你还拼命要跟人家说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我会说如果 如果我们想要反过来影响人们 其实这个很简单 我老婆常常讲一件事 我老婆很会传福音 她比我厉害太多了 我实在能力很差 但是她就说传福音不应该是 我跟你说怎样怎样怎样 不是 她说传福音其实应该就好像女生用化妆品 用保养品 我说什么意思 她说你今天就是很漂亮 所以每个人就问你说 你是用什么保养品 该不会跟我讲 她认为信仰应该是这样 信仰应该是这样 OK我们当然可以直接叮咚 你好 我跟你讲 有一个东西很好 很好用 用了最好 赞 OK你就是一个销售 各位喜欢销售吗 你的同学你的朋友或许也不一定喜欢 可是如果你跟她讲 我有一个故事 就发生在我身上 发生在我同学身上 就像我刚刚跟各位说 我妈妈中风 我医生没有办法没有药物 她最后只能靠祷告 我可能只是随口地讲出来 可是她会不会比我跟她讲 我跟你讲 怎样怎样 会不会来得有力量 这是我自己的漏见 我的小小浅见 有时候会不会我们也过度地想要成为Sales 但是人们对于Sales的反应 也是就如同各位知道的一样 所以何不 试着让自己活出故事来 你本来就有生命 你本来就有故事 那你可不可以让别人 哇 我好想理解你的故事 我好想知道你的故事 那你为什么会在那时候 你不害怕 你为什么在那时候 虽然害怕 可是你还愿意呢 放心好了 你们每一个人 在Facebook上的涂鸦墙 它的影响力 都比任何企业 花几千万拍的影片 来得强壮 信不信 对不对 你看到任何广告 你会buy in吗 你会买单吗 不会的 虽然他投注了几亿 可是你的样子 你讲话的样子 我很多家人朋友 他们为什么信主 都不是因为谁跟他说什么 上一次我就问一个长辈 说你怎么会想要受洗 没有 我看我两个女儿 他们就是 他们受洗之后 他们就不一样 那我也想要不一样 我觉得就是这样 那我们的工作 我说包括我们工作 或创作者的工作 其实我们只是在 把那个不一样的故事 把他讲出来而已 但是我觉得那个分寸要很小心 就好像你如果是一个售仇人 你见面就是说 你有没有一万块拿出来 那对方会接受你吗 我觉得不容易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朋友 假设我们现在中午不要吃饭了 你等一下要吃什么 不知道 我跟你讲 那个新店面对面 那个很好吃 那个面很好吃 你吃面吗 OK啊 不然还有那个韩式烤肉 你知道就在那个转角进去 有一个小巷子里面 有一间超好吃的 要不要 你怎么都那么随便 不是 我跟你说 我们常常 就好像中午 我们跟同事要去吃饭 对不对 同事会不会拒绝你 通常不会 但是通常也有可能会 因为他觉得心情不好 我不想吃那个 我不想吃牛肉啊 我不想吃牛肉 今天那么热 你不会生气嘛 你也不会挫折嘛 对不对 因为你是真心为他好 你是想要对他好 你觉得这个 你的目的不是要他吃什么 你是因为希望他好 我觉得那个感受是很强烈的 如果我们跟 我们的家人朋友传福音 不是因为 我希望他来我们教会而已 而是我希望你跟我 就是你也会很快乐 你也会不害怕 不担忧 那他会理解 他会感受到那个差别 跟我要你买什么东西 一定是不一样的嘛 一定是不一样 我觉得 但那个差别 各位自己一定知道啊 但是前提是 那你有没有调整那个心态 如果我们只是想要他来主日 那他来了 但是心没有来呢 对啊 那难道我们就做到业绩了吗 我不知道 耶稣会说 Good job 妈 我也不知道 这是我的感受 所以 小小的浅见 我觉得就试着 把故事讲好的时候 那人家就会想要听 其实我们在做每一个作品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 把它做到一个好的故事 但我不会去想说 我要让很多人 知道这个故事 不会这样想 为什么 因为当它好的时候 别人会帮我传播的 我不必买很多Q 买Q 永远是最后最后没办法 但是当你的一个故事很棒的时候 别人都会自己把它贴到他的Facebook 贴到他的涂鸦墙 那这种我们在行销理论上 这种叫Nmedia 赚得的媒体 赚得的媒体 永远比你花钱买的媒体来得有力量 就我刚讲的嘛 你的同学 你的朋友会看你的Facebook 他们才不看Facebook旁边那些广告 尽管旁边的广告花了几亿元 又怎么样 挂屁事 可是他们关心 他们关心你关心什么 他们关心你在意什么 所以我觉得很单纯很简单 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有故事的人 这跟拍片一点关系都没有 故事是一个非常原始 非常基本的记忆 你们都还记得 以前你不是跟我坐在那边这样 有没有 你怎么什么都说好 这个人怎么这样 我们还是原始人 所以我们不是在那边烤肉吗 因为在等肉熟的时候 那个部落里的长老就说 我跟你讲喔 那边那个森林黑黑的 里面有很奇怪的经历 不要过去喔 小朋友就听了 好恐怖喔 不要过去 我们本来就会喜欢听故事 不然为什么每个小朋友睡觉前 都要爸妈讲故事 对啊 换句话说 我们本来就有这种渴望 我们本来就有这种需求 而且我们也本来就有这种能力 你本来就可以跟别人讲故事的 你本来就可以 如果你有故事的话 重点在于你有没有故事 你有没有关心这个世界 你的故事一定来自于这个世界 可是你要反过来 用故事来影响这个世界 改变这个世界 这就是我们可以做的事 而且感谢主 我们还有主啊 对啊 所以 媒体都是主流 那媒体有比较好吗 也没有啊 对 所以不要担心 也不用害怕 看你的样子就已经知道 你已经有想法了 感谢主 好 还有吗 肚子还没饿嘛 好 好 给 因为我们会说故事 但是要怎么样 会说故事 用说的 但是要怎么选择最好的画面 配合故事 就是想请教卢导演 你怎么能力 这就是 这是等于进一阶的问题 就是当你有一个好的故事的时候 其实我常会鼓励很多要拍片的人 我说那你有没有讲故事 他说什么意思 有啊 我当然有讲故事 我说那你讲给几个人听 你看哦 你有一个故事 你讲给他听 再讲给他 你再给他 你再给他 你讲到最后 你讲到第101个人的时候 我保证你的故事已经不一样 而且已经变棒 为什么 当你讲给他听的时候 人们的反应是很明确的 你讲到什么地方 他就 所以咧 或者你在讲的时候 他继续在那边扫地啊 然后出 你就知道 我讲的这一部分 人们不在意嘛 而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的故事其实就被修剪了 当你已经 讲到第100个的时候 这个故事 他已经变成是一个很完整 经过100个人的淬炼了 因为你从每个人的表情 反应 你已经知道说 这个故事应该怎么讲 才会好 我觉得这时候才来拍 那你要拍什么 当然就是拍 你讲到 人们会有反应的部分 就只要这样就好了 我觉得现在大家 很多问题是 急着又就要去拍 但是你为什么不先讲呢 因为讲不花钱嘛 而且你讲的时候 你才能明确地看到 对方的feedback 你就可以理解说 我讲这个 他觉得我在说教 我讲这个 他们根本就没兴趣 我讲这个 原来不是我想象中 那么会有感染力 所以我觉得 我鼓励各位 教会很多人嘛 现场现在也有一百多个人 我来我跟你讲一下 跟你 你知道在 像我们做骗子的人 我们都知道一个法则 你在好莱坞你只有20秒到30秒 什么意思 任何电影 任何电影 就是说 因为好莱坞是由很多大的片商所组成的 所以你拍片你需要资金嘛 那你什么时候可以找到资金 就是你可以约见面 可是通常见面是很难约的 顶多只能约到电梯键 什么叫电梯键 就是有一个老板 他可能从电梯要坐 然后你有这30秒时间 跟他搭同一个电梯 然后你要把你的故事讲给他听 然后他要被打动 那你的故事 可不可以浓缩到那样 可不可以 然后人们不但能够理解 然后还被打动 我觉得这是一个 当然这是一个很严苛的标准 但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方向 它可以让你的故事 取无存机 你也比较知道你要做什么 那影像 我再说一次 张娟你那个有打灯吗 没有啊 可是为什么大家要传 因为他长得漂亮 是张娟领长得漂亮 可是张娟领也有很多作品 都没有像他这么夸张 柯P那个影片有打半个灯吗 没有 三天一百多万 超过台湾所有影片的记录 台湾有影片以来 从来没有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他真实 因为他讲出每个人心里在意的事情 为什么那么多人会看 因为很多人帮你传 那为什么这些人要传 因为他们在意这件事 都不是因为他的执行 他的技术什么很好 我觉得尤其是教会 我们的资源有限 或者说也许我们资源很充沛 可是这些资源再怎么充沛 都是神的嘛 我们不应该用人的方式 来任意的分配它 所以我觉得在思考上 更是应该要这样 就是我要经济 可是我不是为了要省钱 不是 我是要让这件事情 它回到最原初的东西 信仰本来就是这样 信仰不是因为我们的殿堂多大 也不是因为我们都穿西装很好看 所以人家要听我们讲 我觉得都不是 信仰是因为 那你的故事是怎样 你的生命是怎样 所以我想要了解你的生命 甚至我想要成为跟你一样的生命 我们跟耶稣不就是这样的关系吗 我们想要活出他的样式 那我觉得故事大概也是这样 所以我猜 十二门徒大概都长得蛮丑的 不是吗 有的是渔夫 就是如果今天 待会儿门打开 然后十二门徒走进去 搞不好我们都在嫌他们 以我们现在世俗的标准 但是他们是有智慧的 他里面是有光的 所以我们只要比十二门徒的外貌 好一点点就好了 或者跟他们差不多就够了 应该就有机会了吧 我是这样相信 当然我们在商业世界里面 我们有过多的资源必须要浪费 我其实常常感到很自卑 我比起各位来讲 我浪费太多地球的资源 所以我常常会想说 我怎么样在不是节省 我怎么让他更有效益一些些 我怎么让每一个片子里面都有爱 都有神在里面 这是我当初当导演的时候 我对自己唯一的要求 我不求片子大卖 反正我一定会拿到导演费 但是我希望里面每一支片子都有神在 所以我觉得 我好像完全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或许 因为面对更大的问题的时候 这些小问题就消失了 当你讲出一个好的故事 我觉得谁还在乎里面的光呢 但是要常着 大家知道要常着吗 我们的表演应该都不会太好吧 因为我们都不是真正戏剧科班出来的 甚至台湾的戏剧科班的演员 他也不一定能够有 我们期待的很精湛的表演 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 何不让那个故事他自己说话 何不让真实自己说话 让光自己发光 而不要用演的 因为我们很容易overacting 演的 你演的很用力 别人看的很没力 就很浪费 也是另外一种资源浪费 所以鼓励大家 我也还在学习 我们都 反正也没有在 我们就继续讨论 还有吗 如果没有的话 时间关系就是 可以跟Kurt在Email上 再做交流跟联系 那我觉得今天 真的很谢谢Kurt的导演 因为他是从开始到现在没有休息 没有喘气连站了两个半小时 我们是给Kurt导演一个掌声鼓励 谢谢他 你们知道现在NBA在打总冠军赛吗 你们知道Steven Curry吗 你们仔细看他每进一球他都会这样 你知道什么动作 所以你看这是多有趣的事情 之前神兴起林书豪 全世界都在看林书豪 看林书豪感谢主 现在全世界都在看一个 Steven Curry是多矮 他每次投完篮站到场边 我就看不到他 因为他跟场边的观众一样矮而已 可是他是今年的MVP 而且他现在正在打总冠军赛 而且你一场比赛可以看到他 感谢主多少次 就表示他得多少分 我们活在一个多美好的时代 鼓励大家礼拜一还有比赛 晚上可以看重播 看另外一个人感谢主 好 谢谢大家